這間號稱全深圳最大的水族館 近日開業吸引了不少遊客 不過有遊客望真點 發現這條鯨鯊不是真的魚 內地傳媒報導 涉事水族館是小梅沙海洋世界 有網民說 鯨鯊館連鯨鯊都是人造的 並指現場有人要求退票 水族館工作人員解釋 目前活體鯨鯊已經禁止在市場交易 館內的鯨鯊是由人工打造 斥資幾百萬元 報導又說 水族館事業期間 成人滿票售價是240元人民幣 兒童票就是150元 水族館在國慶已經接待了 遊客超過10萬人次